这是一个非常暖心的真实故事,发生在山东锦宁的一位名叫小月的美丽善良的女孩身上。 有一天,她遇到了一只小狗狗,这只小狗狗让她感动落泪。 今天,让我们一起分享她和这只小狗狗之间的经历吧。 当时正下着大雨,小月在河边看到一只小白狗。 这只小狗狗估计还不到一岁,一直守着她的玩具熊,舔去玩具熊身上的污渍,与她相互依偎着。 由于下雨,两个人身上都被雨水淋湿,变得又脏又稀稀的。 小狗狗很饥饿,她在河边地上捡垃圾吃,可是却并没有找到真正的食物。 她只好使劲啃地上的草。 小月看到这个情景,心里非常心疼这只小狗狗。 她放下手机,停止拍摄,并花了很长时间来哄她。 直到天黑了,小狗狗才愿意跟着她走。 但是小狗狗总是回头看,很不安。 仿佛她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。 小狗狗一直往小月身上爬,发出着哼哼唧唧的声音,好像在向她求助。 她一直很着急,不愿意走,一直往小月身上爬。 小狗狗看起来很不舒服,一直发出哼唧的声音,仿佛在表达她的焦虑和不安。 最终,小狗狗跟着小月走了一段路,但是她又停下来不走了,一直待在原地往回看。 一开始,我以为这只小狗狗只是感到害怕,但后来我开始意识到,她可能有着什么重要的事情。 于是,我就跟着她,她领着我往回走,不时回头看看我是否跟上。 她很快递带我来到了一个地方,竟然是回到了她的小熊的旁边。 看到这个情景,我瞬间泪目。 原来,她希望我们能够把她的小熊也带回家,不想让她的小熊在这里挨了受冻。 这可能是她在这个冰冷的城市里唯一的一丝温暖。 所以,她要和她的小熊一起走。 于是,我们带上小熊,一起回家。 我拿着小熊,它就一直紧紧贴在我的身后跟着走。 这只小狗狗绝不会把她的小熊丢在这个冰冷的雨夜。 它们永远不会离开对方。 与此同时,我心里非常难受。 就连一只小狗狗都会对一个不会说话,不会动得玩具不离不弃。 可它却不得不流浪在外面,感到十分惶恐和无助。 我不敢想象它将来的生活,但我希望它能够找到一个温暖的家,获得爱和关怀。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只小狗狗会被遗弃在这里。 特别是,它是如此忠诚和纯粹地爱着主人。 它脖子上还带着一只漂亮的项圈,也许曾经是被某个家庭宠爱过的小公主吧。 也有可能这只小熊是主人送给它的礼物。 或许这只小家伙认为只要守护着小熊,它的主人就会回来找它吧。 于是,我决定先把它带回家,再帮它寻找主人。 当我将它放进车里时,它一直守护着它的小熊,还不时地用舌头添湿身上的水渍。 这只小狗狗的细心呵护让人感到惊讶,它自己还是个孩子呀。 我用指帮它擦拭身上的水,它很温顺,安静地任由我擦拭。 身上都湿透了,不停地发抖,眼神中透露着淡淡的忧伤,看着让人心疼。 也许是在思念着它的主人吧。 这只小狗狗应该是个欢快又活泼的年龄,但却被迫流浪在外。 我打开了车里的暖风机,温暖了许多。 这只小狗狗本来坐在座位上,但它又跳了下来,想和它的小熊在一起。 它仿佛在安慰自己,有了小熊的陪伴,它不再是孤单的小狗狗了。 这只小狗狗有一双美丽的蓝眼睛,看起来温柔而又无助。 当我告诉它要洗小熊时,它显得非常高兴,仿佛在说,我的小熊宝贝会变得非常漂亮。 它时不时地向上张望,好像是不放心它的小熊。 我想,这是一种真正的友谊,纯粹而无私。 稍等片刻,我们很快就将变身为白镜小熊,我一遍又一遍地洗着它。 只是希望将它洗得和新的一样干净。 这是小家伙珍贵的宝贝,也可能是它主人留给它的唯一念想,更是它心灵的寄托。 吹干后,我把小熊还给了它,小家伙迫不及待地拿着它走了。 好像意识到洗完的小熊有些不同的味道,它一直在转圈闻来闻去,但依然是爱不释手。 我告诉小姐姐,我希望能帮助找到这只小狗的主人,于是它一直在网上发帖寻求帮助。 毕竟这么可爱的小狗,应该没有人愿意抛弃它,主人一定很着急。 小姐姐已经有两只小流浪狗了,家庭环境也不允许养太多宠物。 我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,呼吁大家点赞帮忙,让这位美丽善良的小姐姐早日找到小狗的主人。 感谢您的支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